中国人对吃上很是讲究,说到吃,就不得不说喂,有一个好喂才是吃鞭骨胡子海的最重要前期。 但中国年轻人群,却越来越多人患上胃病,甚至有的年纪轻轻就患上胃癌,为作为人体消化食物的主要器官,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几年,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养喂,为了有一个好喂,很多人是用尽各种方法来保护喂的周全,听说什么养喂就吃什么,但这样却很容易进入误区。 我们都知道,想要避免喂病,首先就不能错过一日三餐的正常进食,不吃或者过多的吃,都会加剧味的不舒适,除去每日的正常进食,生活中有很多食物,也可以帮助我们养喂,快来看看都有哪些。 一,山药,具有健脾氧味的作用,山药中所含的剑粉类,能加快人体碳水化合物的代谢,促进肠胃蠕动,帮助喂上排空类融物,适合品味需含,像化不良的胃病患者食用,放后清蒸一下,山药就可以食用,也可以炒着吃或煮着吃。 二,灵脂,灵脂中极取的粗多糖对胃炎病脏,有着显著的修复作用,曾经有一项实验发现,用无水酒精换味法,研究小鼠的急行为固扬,观察有机灵脂多糖对小鼠固扬机会粘膜的形态影响,结果显示使用有机灵脂多糖的对照组,为组织粘膜上皮细胞脱落,粘膜下层增后,微血管明显扩张, 证实了灵脂粘多糖对胃溃疡的形成,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如果选择养胃的话,最好的饭后泡一杯,也可以直接买那种成品,如灵脂粗多糖粉。 三,红薯,红薯有不需发,义气力,健脾胃的功效,能让人享受少级,红薯含大量下食纤维,能放助自己胃肠如冬和香化叶的分泌,保护肠外, 红薯还富含大量胡萝卜素,小,铁和维生素B6的营养素,但是,红薯一次性不可吃太多。 四,冰香茶,冰香茶最服饰致病的能手,却是调理脾胃的最佳帮手,每日取三,五喝茶叶反复冲泡,饮用即可。 主要作用就是洋味,调理胃寒,丁香茶暖皮味而形气质,胃脏,胃酸,胃寒的朋友,不妨每天一杯丁香茶。 调理好味,吃什么都香。 请PDC card,PDC-CARD-HREF, text the decoration, now, outline, now, display, look, width, 100%, height, 100%, 请PDC card,PDC-CARD-HREF, cover text the decoration, now, PC 两世心, PDC card,box sizing, border box, height, 164px, border 1px, solid,景 1818,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D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look, border left, 1px, solid,景 181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near, left, near, background size, cover, PD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90px,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ed, 50px, transform, translated, 50px, PDC-CONTEN-TIT-LEF, size, 18px, color, 0,222, line height, 1, font-way, 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es, white space, wrap, PDC-CONTEN-T-DBSC, font size, 14px, color, 0,2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f, overflow, ellipses, padding, top, 90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line, 2, webkit-box-orient, vertical, PD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jing, F85959, hea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1m, PDC-CARD-BY-8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2550px, color, jing, F8595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ON-BY-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ON-BY-523px, wi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p, d, url, HTTPS, F0, STATY-P-COM-PG-CV-I-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2B4-D-A, PNG, 5,牛肚,6,小米,小米不仅营养全面丰富,还有养威的功效,中医认为小米胃肝,甜, 性凉,乳肾,皮,背筋,一丹钱,不需损,开肠胃的记载,尤其是小米熬粥时, 上面浮的一层细腻的粘稠物,俗称为米油,营养极为丰富, 滋骨率最强,每天早上喝一碗小米粥,胃棉膜慢慢好了,胃病也不复发了, 此外,再教大家几张护胃命决衣,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少吃毒餐, 饭只吃鸡粉饱,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鸡饱饮饱食, 二,积极食疗和按摩保健,羊肉等温热食物,均有氧微笑或适合胃寒病症, 大蒜消毒砂症可以帮助消除炎症,另外枸杞,银耳,红枣,核桃栋, 可以临时或入菜,饭后,睡前可以粗热双手,以肚脐为中心顺时正环膜六十四圈, 完毕戳热双手按摩小处,平心静氧,未定发生与发展,与人的情绪,心态密切相关, 因此,要讲究心理卫生,保持精神与会计情绪稳定, 避免紧张,焦虑,恼怒等不良情绪刺激, 三,改变饮食习惯,按时就餐,坐着吃饭,不要站立或蹲着, 少吃切辣,油炸,腌食食物,如烧桃等,少吃过酸,过冷等刺激强烈的食物, 少饮农茶,咖啡等,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